这是一片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与昆仑山之间的广袤大地 中国新疆的最南端 和田 多样的地理生态催生出丰饶的物产 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 孕育出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 千百年来 贯穿和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 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 也促进了美食的融合与汇聚 今天精致的美食 不仅装点着和田人的餐桌 更向世人诠释出 丰富而独特的 中国新疆之味 在丰富的世界里 有一类食物既是主食又是菜肴 它带给人碳水化合物的满足感 是食材组合的艺术 更是平衡营养与美味的智慧 和田地处丝绸古道药癌 人群的汇聚 食材的碰撞 造就了万千风味 催生出一道道令人称奇的融合饭菜 漫长岁月中 和田人跨越山川地里的界限 激发出中华美食的新境界 喀拉昆仑山北路 古老的绿洲在晨曦中逐渐苏醒 河田县位于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之间 两河带来的泥土 孕育出肥沃的冲击平原 也造就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早在汉唐时期 这里就是新疆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 十月下旬 喀拉喀什河冲击平原上 即将成熟的水稻 改变着大地的颜色 喊爱日客镇到乡村 有着上百年的水稻种植史 村民们把每一分农田 都用来种植水稻 今天是村民阿米纳阿布都热和木的大喜之日 一大早亲朋好友就赶来祝贺 我所谓的说明 我身为了 我身为了 你怎么看 我身为了 你这是后来的 我身为了 在这样隆重的日子里 当地人最爱的手抓饭必不可少 女儿的婚宴妈妈不会大意 她早就请来了村里最好的抓饭师傅 爱荷买托和提依和立木 做抓饭已经三十多年 是道乡村最擅长做手抓饭的师傅之一 一道可供全村人集体分享的手抓饭 将耗费数百公斤食材 是一项浩大工程 村民们都赶来帮忙 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地区 是中国人的餐桌上与小麦齐名的两大主食之一 爱荷买托和提最喜欢用本村的大名制作抓饭 这种精稻一年只种一季 直炼淀粉含量低 蛋白质糖类物质含量丰富 特别适合做抓饭 洋葱热油翻炒 再加入黄萝卜 这些曾经随着丝绸古道而来的食材 如今成为抓饭中必不可少的配角 肉切大块 既能吸收黄萝卜的甘甜 又增加手抓饭的味觉层次 上午11点 临时厨房热火朝天 宾客们也在络绎不绝的到来 阿米纳和新郎阿布利克姆 埃赫买提托和提是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 相互倾慕 却未曾表白 直到两年前 阿布利克姆从卫校毕业 分配到阿米纳工作的医院 才互表心意 亲朋好友在房间里尽情地唱歌跳舞 这样的欢乐气氛 会一直延续到迎亲队伍的到来 下午1点 抓饭还未暑 妈妈有些紧张 担心手抓饭 不能在迎亲队伍到来时 准时上桌 我们在这儿 大家在这儿 今天就顾着 否则 如果我们在那儿 你被骑绍到来时 还是会在那儿 我们在家里 不然 我们在家里 这些都没有 我们在家里 在带来 菜肴烹饪完毕 大米最后压皱 为了获得最佳口感 米粒必须均匀散开 与锅里的食材充分融合 这才是村民们认可的地道手抓饭 伴随着迎亲队伍的到来 热气腾腾的抓饭也准时出锅了 整个院子浓香四溢 主客相欢 其乐融融 对于忙碌了大半天的爱赫买托克提来说 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 喜宴过后 新娘阿米娜跟随新郎上了彩车 南方家门口也早已燃起迎接新生活的篝火 一道菜饭融合的手抓饭不仅是婚礼上最应景的食物 更成为凝结亲情聚合亲朋好友的密钥 向西二百四十千米外 远离绿洲的山区 人们用另一种食物 人们用另一种食物庆祝家庭聚会 十一月下旬 喀拉昆仑山的高原牧场已进入冬季 三十四岁的牧民 麦麦提曼阿布杜热衣木 正准备把羊群赶回山下的定居点 明天姑姑家要举行乔迁宴 她必须提前赶回去 到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 海拔两千五百米到三千五百米 是和田唯一一个塔吉克族乡 母亲正在准备明天送给姑姑的礼物 这是一种盛行于新疆地区的传统美食 第二天麦麦提曼与家人盛庄出发 一同前往姑姑家 塔吉克族人常年生活在高原山区 重视亲情相互守望 是他们的生存密码 塔吉克族洗食奶制品和古物制作的食物 乔迁之日 宴席上要由家族中最年长的女性 来制作一种叫做酷如提藏的酥油面糊 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玉米粉是酷如提藏的重要辅料 水烧开后均匀洒入锅内反复搅拌 增加玉米粉的延展性 盛糊后加入酥油 玉米糊变得如巧克力般香浓丝滑 酸奶疙瘩放入开水浸泡 酸奶疙瘩放入开水浸泡 融化后的酸奶疙瘩 加入玉米糊 再浇上一勺色泽清亮的酥油 一道传统的塔吉克族美食 酷如提藏 完美登场 这是新加乔迁后的第一餐 精心制作的酷如提藏 代表了主人真挚的情感 酷如提藏富含高热量 可以帮助人们抵抗高原山区的寒冷气候 但生活在其他环境下的人们 也有自己摄取能量的秘诀 昆仑山 昆仑山 中国西部最雄伟的山脉之一 它从帕米尔高原往东 如一堵巨大的高墙 横跟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 初冬 一场罕见的降雪 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 五十六岁的凯塞尔迈和木提 凭借经验已经行驶了大半天 凯塞尔是民风县洪祁村村民 它要去的是一座位于沙漠深处的古城 尼亚遗址 那里是汉朝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 京爵国故地 是人们研究中国汉代历史的一座重要古城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河田地区就在距离遗址最近的洪祁村 设立了保护站 一九九六年 凯塞尔成为保护站的一名巡护员 每个月要进出沙漠三次 来回路程近一百千米 今天他带了徒弟库尔班一同前往 凯塞尔希望在退休前把经验传授给他 巡逻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我不能一个人去尼亚遗址 因为那里是沙漠福地 我们巡逻的时候摩托车随时可能被坏掉 沙漠巡护是个苦差事 妻子布萨热汉深知其中的艰辛 每次丈夫离家后 布萨热汉都会准备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 等待他归来 库姆拉克 一道兼具主食与菜肴的传统美味 仅仅是准备食材 就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面粉 玉米粉 羊肉 恰马骨是制作库姆拉克的主要食材 恰马骨学名吴京 这种壮如萝卜的植物富含有机活性碱 深受和田各族百姓的喜爱 当地人称它为长寿圣果 布萨热汉每年都要储藏大量恰马骨 制作库姆拉克以便享用 和田厨师也爱用这道食材制作大家喜欢的美味 据红旗村320千米的和田市团城 主厨土孙艾丽买卖提正在烹制恰马骨粥 恰马骨去皮切块 清水炖至软末 冲倒成泥 让风味充分释放 鲜鲜羊腿骨小火慢炖两小时 骨髓与油脂浸在汤中 羊腿骨掉出的汤做底 加入捣碎的恰马骨 稳火慢熬 羊汤中的鲜味氨基酸最大限度被恰马骨吸收 再加入杏干薄荷粉提色调味 浓稠绵密 醇厚鲜甜的恰马骨粥 令无数时刻为之倾倒 此时经过数小时的艰难跋涉 凯塞尔与徒弟库尔班 终于抵达了寻护的核心区 这座已经严重风化的佛塔 是尼亚遗址最标志性的建筑 1995年考古人员就在距佛塔不远的八号墓葬中 发现了轰动世界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井护博 经过分析鉴定 织井是赎井中的精品 在汉代这种文字织井成本高 用语也极为谨慎 带有吉祥语的织井 多是朝廷命令和封赏赐赠 尼亚遗址出土的五星之井 带着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 正是来自中原王朝的馈赠 今天凯赛尔像往常一样 沿着遗址仔细寻试 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 后面那个是羊圈 圈家在尼亚遗址还发现过羊肉 麦子 葡萄籽等一些食物的遗存 两千多年前 这里曾是一片繁荣的绿洲 尼亚河从此穿城而过 今天 人们依然可以透过散落的城池 屋舍 果园等数十处遗迹 一窥往日的繁华 傍晚时分 巡查工作结束 师徒俩连忙往回走 不擦热汗算好时间 开始制作库姆拉克 火好的面团捏成小块 再手心搓成一个个紧实弹刃的小丸子 羊肉与洋葱爆炒出香 加水烧开 再放入恰马苦和小丸子 小火熬煮五分钟 库姆拉克出锅 跟历次巡查一样 凯塞尔到家时 天已经全黑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库姆拉克 汤浓之香 收获美味的同时 也能快速补充能量 这或许是对巡护归来的丈夫 最好的味道 一道传统美食 也许是抚慰家人最好的礼物 但在有些地方 美食不仅是犒赏 也是一项令人骄傲的荣誉 昆仑山板兰阁草场 平均海拔近三千米 辽阔的高山草原 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 这里的人们 沿袭着古老的中国传统 江阳视为财富和祥瑞的 双重象征 入冬 外卖图拉一亩一米 每隔十五天 就要上山查看阳高 现在总共有一百只左右的羊羔 还有五十只羊羔 大概在十五天后生小羊羔 每年从十二月起 是牧羊集中产羔的季节 也是牧人庆祝丰收的日子 这时 人们都会举行盛大的赛马叼扬活动 麦麦图拉一木与父亲 都是优秀的棋手 他们不想错过每次比赛 现在上林每年冬天都会举办这个 调养比赛 调养比赛中赢的人 会获得比赛中拥的羊 十二月十八日 巴兰阁草场的叼扬大赛 如期举行 从小我家就有妈 我看着父亲的比赛长大的 现在爸爸主要做叼扬比赛的裁判 也负责管理赛马 标扬比赛是勇敢者的游戏 谁都不会轻易放弃 标扬比赛是勇敢者的游戏 谁都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场精彩的比赛中 麦麦图拉伊姆 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这只羊是他作为获胜者的奖励 按照风俗 麦麦图拉伊姆 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喜悦 一道手抓羊肉 是对激烈比赛最好的庆祝 羊肉软糯后 放入恰马苦 胡萝卜 再盖上一层皮带面 只需少许食盐调味 就是一道菜饭融合的大餐 手抓羊肉 以羊肉的本味为主体 味味有别 主刺分明 菜饭融合 看上去是食材调配与烹饪佳肴的技艺 展现的却是和田人对家乡风物中华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吸纳 无论在山区还是平原 沙漠还是绿洲 一锅一碗 装着的 装着的也许是五股杂粮 粗茶淡饭 盛满的 却是和田人真挚的情意 千年四股杂粮 万里美与砖 无心之境之休 历史红篇 千年四股杂臣 交映给生命之人 黄沙烈花 世间化作为力量 宁春无眼流色 四季给山川碰波 冰情与剑 自然云云了希望 碰住人间余黄